放久之後 然後我這一邊再去拍 再去拍那個 開始了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航号 机关团体 今天都很高普渡 所以我们今天关键字 就是我们的普渡平安 大家打赏我们的关键字 这个普渡平安 我们一样就送口罩 还有我们的这个酒精品 我想这个应该很多好朋友 都非常的期待 跟希望可以抽中 我们希望今天 可以有很多好朋友上线观看 我们可以抽中 我们一样 这个上线人数 达30个 我们就先抽一个 我们已经好久 好像已经没有看到 这个上线人数到60了 希望我们今天可以突破60 我刚才一看到上线好多好朋友 已经开始写关键字了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 林兴宇 张梅芳 黄小雅 抽中意 钟碧凤 珍素珍 吴宜珍 黄建峰 一起 还有刘正香 张静元 廖春 钱 陈兴 艺 我们钟碧凤 晚上好 你好 晚上好 然后还有这个 谢秀莲 还有谁 我们现在有很多好朋友 已经开始跟我们 打上这个普渡平安 我来看一下 哎 可是抽中意 他写开学幸福 他是要我们这个 当成下一次的 这个关键字吗 好 然后我看一下 已经很多人打上关键字了 吴宜珍 钟碧凤 黄小雅 张梅芳 黄金凤 陈兴志 谢秀莲 这个熊 迪泰 晚上好 然后这个马赫坡 晚上好 秋松意 杨树云 普渡平安 我们朱主任 辛苦了一元 谢谢你好 大家都辛苦 我们一起加油 陈兴志 晚上好 还有这个熊迪泰 普渡平安 有看好像 已经26个 我们是可以马上就可以 我们都还没讲 就可以先抽一个了 希望这四个 我们线上的好朋友 先不要 先不要离开 再让我们这个抽三十个 这个抽奖让我突然想到我们的那个 是大乐透吗 还是维利财 维利财 维利财 连三十杠了是不是 还是二十几杠 我记得现在是不是二十几亿了 下礼拜二十一 下礼拜二十一 这个我最近常常看到新闻 好像有人急之 或者是 大家在讨论说 如果中了他要干嘛干嘛 或者是这个有人说 如果中了他隔天马上去离职 我讲维利财 结果人数都掉了 大好的 维利财的这个感受不深 好 我们这个红千千 议员好 这个他应该下礼拜要准备当妈妈 我们先恭喜他 好 然后红千千 普渡平安 我们简淑贞有上线 给我们一起观看 好 这个我们今天呢 这个我刚才讲过 我们七月十五 就是礼拜日的时候 是我们中元节 我们台湾人都会有这个 普渡平安的这个习惯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呢 就是普渡平安 也希望这个我们 在这个普渡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好兄弟吃饱 然后也来保佑大家 这个大家一切顺利平安 那我们接下来看 这个我们今天 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新闻 第一个是我们南投县 免费装这个火灾警报器 南投市今年会先安装 这个好几个月前 也不是应该说这个 这个叫什么 疫情之前 五月爆发之前 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村里长 就已经开始在调查 然后也会协助大家 每个不一样的情况 有些可能是林里长去帮忙安装 或者是有些民众自己安装 我想这个火灾警报器 非常的重要 我听过有个民众 他说这个声音非常的大声 可以把大家都叫醒 所以重点呢 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可以这个全力 保佑吗 这个就让自己家里平安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新闻 这个我刚才看一下 下一个新闻 我们张一玉红千千雄迪泰周忠林 柯汉瑶 陈丽梅 然后简志文 黄建峰 这个这个叫什么 普渡平安 然后我们的马赫坡 这个好政策 对 好 大家普渡平安 黄建峰 他说有吗 我们里没有林里长来 没关系 你再试信我们 我们再来协助你 确认一下 然后我们书中笔 普渡平安 然后这个核可可 还有赖孔明 跟我们一起上线观看 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就是 这两天应该是 我记得好像我们全南投县 这个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这三天 我们会开放 不是开放 就是说 66岁为施打疫苗的县民 我们已经造册 然后由村里长去发放 这个 发放通知单 所以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 在这段期间 很多民众都在一直跟我反映说 尤其65岁以上 这些长辈 他说 他们打完第一季 接下来第二季 我们目前的政策 是他们要到1922的平台 去登记 那其实很多 这个长辈 他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算是 非常便宜 他可以到 我记得我们好像 上上礼拜 还是在三个礼拜前 我们直播有提到 就是可以带健保卡 到这个卫生所 护证事务所 地证事务所 还有好像那个 那个哪里 缴税的那个地方 税圈基增署 然后还有 那个卫生所 然后还有62个药局 会协助登记 但是 这个我们这礼拜 不是下礼拜 我们议会临时会 我有个提案 就是希望说 我们南投县 65岁以上的长辈 在施打第二季的时候 一样可以由我们县政府 联合各个乡镇市公所 来做这个造册的部分 就像我们打第一季一样 他在家里等 就等到你的时候 就是发通知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施打疫苗 这个是我这一次下礼拜临时会的时候的提案 那我也会持续的跟我们卫生局来做沟通 让我们这个65岁以上的长辈 他可以拿到通知单 再去做施打的动作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施打到疫苗 然后尽快施打到第二季的疫苗 让我们身体产生完整的这个防护力 好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新闻 大家非常关心 这个好像是 是今天早上的新闻 我记得好像是 对上面有写吗 8月20早上 三十个 好我们先请我们小编先抽一位 上写这个普渡平安的好朋友 那我们要老规矩 记得这个叫什么 上线 不是我们抽中了之后 要喊债 这代表你还在线上 南投攻略区大牌出现白河的情况 这个而且飘臭未偷牌 今天我有再进一步关心 我们的环保局 好像也有找到一些特定的厂商 他们会来做实际的监测跟查验 我们希望 我记得我刚才看新闻 好像工业区他也有说 是不是什么大雨之后的 什么什么的 这个叫什么 我们看一下 因为很多民众 看到这个新闻都会有疑虑 就是说 是不是去检举也没有用 然后到最后又不了了之 这个新闻 他这里有讲 这个工业区服务中心表示 目前正常营运的厂商 大概有450家 污水处理厂 每日污水处理量最多 可以达到16000吨 那目前平均 每日处理大概1万吨 所以应该是没有人敢 在光天化日之下偷牌废水 初步研判可能是工厂的排污管线出现破损裂痕 好 那那我也会持续在跟这个环保局确认 当然这个确保不要受污染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也要拜托我们的环保局 也不用说大力了 尽快查出问题点 不要让我们的环境受到污染 另外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一开始还没讲 就是我们的这个 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脸书分享 这个新闻可以先关掉 我们 我们的脸书 我们就是希望说 在脸书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目前 大家关心的新闻话题 然后还有这个 大家想要关心的这个公共政策 就像我们一再讲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直播平台 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参与 公共政策的了解 让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目前发生的事情 那也我们也一再强调 当越多人关心 同一个公共政策的时候 我想这个就可以让 每一个大家关心的这个公共政策 可以让大家 朝着我们想要的这个方向来做 小编抽出来了吗 好 我们赶快来看这个抽出来 今天第一个好朋友 这个恭喜林新宇 恭喜你这个我们这个大学的校友 我发现他这个中奖的几率很高 但他他他他他他他住在台南 我好像每次 我记得好像你抽中谈好几次了 好 加油加油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上线观看 我刚才看到我们议会的副议长 这个潘副议长也上线一起观看 副议长 副作者你好 好 这个很多好朋友一起上线观看 这个我们刚才讲哪里 林芷婷、赖妮儿还有我们的林昌敏、林静生、杨幻道 然后许淑春、赖巨君、王荣、益庄如 还有我们的银长皮特方银长 然后这个和可可、泛荣健、普渡平安 还有唐品瑞一起上线观看 吴小为、廖小贤、廖幻正、杨幻、黄建峰、普渡平安 张红、张俊宏、林昌宇他喊在 还有我们的猪皮、黄小雅 果然这个我们大学的校友好朋友 这个是非常支持我们一直上线观看 好 我们今天标题的主题就是开学准备好了吗 这个我们今天是8月20吗 我们下一张那个投影片 9月1号应该是下下礼拜三 下下礼拜三我们全国公私立高中以下的学校幼稚园 110年度要准备开学了 好 我们好像好朋友 我们所有的学生已经放多久的暑假 好像从5月20几号6月7月8月 好像放了三个多月的暑假 也不能叫放暑假 那个5、6月是在家线上学习 所以不能说他们放暑假 应该是说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去学校了 9月1号呢 这个我们范大哥他说小朋友放盖久都不想上学了 真的如果我现在是学生的话 我可能也会不太想上学 然后好像有很多家长提到说 因为在家都必须这个叫线上学习 又要看平板来看电脑 像很多小朋友的那个视力也受影响 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里的小朋友 那个叫什么 这几个月因为线上学习 结果不小心进士 如果有的家长也这个跟我们留言分享一下 好 然后这个我们9月1号开学 大家到底准备好了吗 我们看下一个 其实开学有很多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老师到底准备好了没 那我们这里呢有规定 就是说学校的工作人员要完成第一季的接种 而且要满14天 或者要提供这个快筛阴性的证明 那我们今天开直播开始前 这个这个叫什么 我们也查了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全台湾还有将近七万的老师 就是国中小的老师加上这个不是国中小就高中以下的教师 然后还有这个补教业安清班 大概还有七万名的教职员还没打到疫苗 我知道有些老师当初在打疫苗的时候 也有人在跟我诚情提到就关于这个 因为那时候好像全台湾的老师跟补教业者都是要打AZ嘛 那有些老师他可能身体的因素他认为或者是有加以他自己的信任的意识跟他建议说 必须要打莫德纳 但是大家知道目前我们台湾这个疫苗的情况非常的紧急 不是我们可以选要打什么 所以还是很多人还没打 但是变成他之前还没打疫苗 我们刚才看到旁边这里就有提到说 如果你要完成第一季的接种 然后且要满14天 如果还没有的话 变成林美你要提供这个快晒阴性的证明 所以现在我们也非常担心说 这个还有七万个教职员工 还没有打疫苗的部分 到底要怎么办 我记得好像我们教育部跟 这个卫福部之前都有说 开学前一定会让他们打到疫苗 当然我们现在有 我们的台湾之光有高端疫苗 即将要出来 我想好像 好像第一批是 我没记错是61万 61万剂好像还没预约 我不知道是不是 教育部会建议我们这些老师 还没打疫苗去打高端 还是说 这个叫什么 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做检测 快筛 我记得这个快筛 快筛应该不是我们自己在家 因为他这里是提供快筛阴性证明 应该不是我们自己买快筛剂回家快筛 然后把快筛剂拿给他看 我想这个应该是 是不是应该是要去医疗院所做那个快筛 然后取得那个阴性证明 而且这好像是你你每七天就要去一次 对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就是开学前的防疫准备 我想这个我们国民党的立委也有提出质疑 中央补助3亿元 购买用餐隔板 还有快筛四季 备用口罩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资 这个三亿看起来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全台湾高中以下 加幼稚园好像将近有300万 所以我们除处来平均 每个人只分到100块的预算 100块预算我们要买什么 要买用餐隔板 快筛四季 目前要是学生不需要每七天做一次快筛 但是我们的老师需要 备用口罩消毒酒精 因为我们现在有送这个防疫物资 这个口罩跟酒精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口罩酒精目前呢 非常的不便宜 就是虽然现在这个 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口罩酒精 但是还是这个不便宜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的预算100块 好像有点不是很够 还有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第二点 他有说全国的这个环保机关 在开学前一周要完成 校内消毒嘛 然后还有这个完成上课空间 空调交通车跟幼儿专用车的清洁消毒 而且我记得 这里好像没有提到 我记得我今天有看到新闻 他是说 关于这个上课空间 还有这个校车的部分 好像每个礼拜都要消毒一次嘛 所以这个中央补助3亿元做这件事情 好像非常的不够 所以我们也希望教育部针对这部分 这个也希望再调整预算 我记得好像这一次 我听今天看到新闻他是说有将近两千多亿的防疫预算 结果呢中央只有补助3亿给我们的学校购买这个隔板 还有快筛四季 备用口罩跟消毒酒精 好像而且规定好像这个上课的教室啊 专车啊每个礼拜都要消毒一次 我想这个对于学校来讲 对于老师来讲 都是非常庞大的这个一笔预算 好 然后我们刚刚还有讲到 刚刚讲到什么东西 对说到这个快筛 我们刚才讲到7万的教职员工还没快筛嘛 我记得我不知道现在到底是多少 快筛一次好像是不是三千多块 在医院快筛一次是不是三千多块 当然你自己在家里买的那个快筛剂是 像三百多吧 是好像一有那种一组一千五里面好像有五个 还三个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平均大概三百多 但是你因为他上面有写的 你是要取得那个阴性的证明 不是不是说我自己家里就可以做快筛 所以一个礼拜三千多 一个月四个礼拜是一万二 一万将近我记得应该将近一万五 所以就是这七万个还没打疫苗的这些老师 你每个月要花一万多块来做快筛 我想应该大家这样算算应该知道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负担 跟执行起来非常的不可能 所以我希望我们还有多久 还有十天 还有十天开学 希望这个我们教育部跟卫福部 赶快拿出这个改善的空间 跟改善的这个计划 要不然我相信这些老师非常的可怜 我们最近讲好像不容易很快就可以达到三十个 但是好像都很困难 我们去挑战四十个 我们先再来抽一波 我们再来抽一个小编再来抽一个 但是一样老规矩 就是抽中的朋友要在一分钟内喊债 我们才照说你是在 一样我们打上普渡平安 那如果你刚刚已经打过了 你只要记得你在线上 我们抽中你 你赶快喊债 我们就会送给你 但如果你没有喊债的话 我们就要把机会留给下一个朋友 好我们感谢这个马玉芳上线观看 熊迪泰他喊债 我们是是是要喊 是是要抽中的人 你才需要打债 不是不是你打债 你就可以这个 我们就送你口罩 好 来我们的这个吴冲杰 吴大哥 专安国达 陈秀美 洪妙芬 罗奇心 一起上线观看 还有我们陈玉化 我们 有一个 谁说他7月14日 线上申请莫德纳 对 我们都还没办法打到 这个 范大哥他说 南投要打疫苗 南投市草屯镇要预约都很难 我很多朋友都到乡下去预约 很快就打到疫苗 太低雄 太低雄说 7月14日申请莫德纳 对 因为 大家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乡亲 在问我说 什么时候可以打到莫德纳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因为 采购疫苗是中央统一采购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 如果当这个中央有莫德纳进来的时候 最近好像是不是有一批 好像是五十几万的 四十几万五十几万 对 可能 接下来会有消息 他有说 马赫波说我打到了 好 没列入现场的三千名单 不然很快就打得到 这什么意思 什么叫三千名单 我知道这个中央他有这个 龟类到第二类 是第二类还是第三类 什么防疫需要的人员 可以打到疫苗 这个才是大家所期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打到 这个 有效安全的疫苗 然后 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可以出国的疫苗 因为接下来 大家各国都已经在推 我们已经抽出来了吗 抽出来 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 第二个好朋友 抽到的好朋友 恭喜这个简淑珍 这样看得到吗 有点反光 看得到吗 好像看得到 好我们简淑珍在吗 如果在线上的话 赶快跟我们这个 喊在 对我刚刚讲这个 很多朋友都在跟我反应 就是关于这个预约1922 的部分 其实你上线去1922 填这个施打意愿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简讯跟你讲说 你已经可以去预约 但是呢 会发生一个刚才的情况 我们说 南投市草屯正预约不到 就是说 我收到简讯 他说我可以去预约 然后结果 我要找我们家附近的诊所 每一个诊所都写 这个预约额满 所以 我自己在想说 那收到这个预约 可以预约的简讯 那是不是多此一举吗 还是 是空欢洗衣厂 反正重点 我还是希望 看看有什么办法 大家可以 有选择性 想要的厂牌 跟自己想要施打的 这个疫苗 我们还是希望 赶快可以 这个 赶快可以出现 好 我们中碧凤 他说 真的很强 呃 邱松毅 他说 大家都有 多 他应该是 都有打疫苗 注射 开学9月1号 那么 学生到学校安全吗 目前好像 那这个 全台湾高中以下的 家幼儿园 施打率已经 老师 跟教职员已经 到87点多 就像我们刚才讲 还有大概 7万个教职员 还有加这个补教业 还没施打疫苗 好 然后 呃 我们好像 这个 马赫波说 下个月第二剂BNT 我知道好像 那个 我们国益瑞BNT要进来 但是为什么是 第二剂 现在有说 开放 混打 第二剂 可以打BNT吗 我记得好像 还没看到这个消息 好 那我们这个 卫福部有在讲说 第二剂 不是第二剂 BNT来的时候 是不是要先开放 给12岁到17岁 的这些学生 先优先施打 好 我们减熟生在 好 感谢感谢 我们陈光辉说 大家也平安 范重见 大家都平安健康 对没说 大家都平安健康 然后 妹谢吗 普渡平安 吴嘉哲 议员好 你好 陈光辉 大家也有 他说每个都选 那干脆先登记 再购买好了 依照疫情的严重程度 台湾要拿到一定是排在很后面 对他也讲到了目前的现实状态 我们台湾要买到疫苗真的会被排到很后面 当然 我们台湾非常好的地方是因为大家都非常乖 都戴口罩 几乎现在不管是这个阿公阿嬷 或者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小朋友出门在外 我看几乎都戴口罩 我几乎很少没有看到没戴口罩的 我好像还是有人被警察纠举到没戴口罩 但这个真的是数量跟这个人数都非常的少 我们又好不容易又回到29 我们来再来30 我刚讲完就掉一个 我们再30个马上再抽一个好不好 我总觉得我们这几次好像都在这个30保卫站 大家是我们那个讲的内容大家都听过了吗 还是讲的太严肃了大家兴趣缺缺 还是最近30我们再抽一位 还是我们最近那个礼拜五晚上9点有好看的电视 或者好看的节目 我们是不是跟那个什么网红的直播去冲突 所以大家都不看我们的 如果有好朋友的话可以那个给我们建立一下好不好 是不是礼拜五9点我们这个我们的频道跟那个网红 或者是非常夯的节目冲突了 所以现在最近好像大家都比较少看 好 这个他说记得第二季要吃普拿藤会发烧 我现在看到普拿藤三个字我就既开心又难过 因为这是我的好朋友都知道我的脆气疼已经一个礼拜了 我几乎每天都在吃普拿藤 一天要吃到三颗 现在呢是开播之前我吃普拿藤 所以现在牙齿还不会痛 如果现在牙齿 刚讲完牙齿有反应了 希望可以把我撑到直播结束 要不然好像最近这几天我去拜访 有一些前辈 或者是学校 这个要跟大家说声抱歉 不是我脸臭或者是没睡膀 真的有时候牙齿痛的时候完全没法讲话 只能在旁边听然后又不太专心 这个请大家多多包涵 我希望我的这个牙齿痛可以赶快治疗好 希望我下次不要再 不是下次 明天起来就不要牙齿痛 因为我这个还是要持续治疗 所以我现在听到普拿藤是既开心又害怕 有抽出来了吗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三位抽到的好朋友 好陈玉化 恭喜我们的陈老师抽中了口罩酒精 他说简淑珍说普拿藤都买不到 会吗 不要吓我好不好 我现在这个脆气痛还没好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普拿藤买不到 我现在我现在如果牙痛 没有吃普拿藤的话 我觉得人生是黑白的 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牙齿痛 怎么这么这么可怕 好 这个賴巨君 他说 他给我们建议是说 可以多充实内容 花太多时间念留言 像我就听起来只想听政策或新闻 念留言的时候他就把手机放在旁边 这是好朋友 至少不是我们在念留言的时候 他说他先跳出 他至少还把手机放旁边 好这个我们政策 我们就尽量把大家关心的政策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像我上礼拜就有讨论过 到底发现金还是发五倍券好吗 我们想上礼拜应该大家都有一波 这个讨论 尤其应该是是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行政院原本是要跟去年一样 你要用一千去换五千的五倍券 然后结果政策大转弯 就连一千块都不用发 因为原本好像很多县市说 一千块他们要补助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 这个时间点发五倍券到底好不好 就是是不是对于摊商或者是餐厅 或者是这些受到疫情影响的这些店家 是不是有受到这个激励的效果 或者是补助 也不能说补偿 应该说对于他们这段期间受的影响 有没有加分的效果 我们上礼拜有讨论过 我们这礼拜就不再讨论 好那我们希望好的政策 对于我们民众来讲的政策 可以尽快的提出 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投影片 这个最后一章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讲 我们南投县 这个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这三天针对66岁的长者 这是我们南投市的部分 其他乡镇 66岁的这些长辈我想都已经收到这个通知单 我只有我区卫生局的了解 在66岁跟我们原住民的好朋友 56岁这个礼拜都有收到这个通知单 然后经过他们调查 大概已经有三成的民众 三成的以上的这个66岁的民众已经施打过疫苗 那在这里呢我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已经三成的人打过或者是很多人不打AZ 那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残疾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因为从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然后疫苗的这个施打这个过程 有很多民众的沉情 所以我也常常在跟我们的卫生局在讨论各项的政策 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有些人会以为说 假如说我们全南投县66岁的长者 有一百个一百个人 举例这样比较好讲 一百个人 然后呢 我们拿到的疫苗是一百剂 这个是处的 它中央发下来 可能大概会有六十剂 或者甚至更少 然后我们的卫生局呢 就要去预估 跟假设 我这个假如说开放到66岁 因为有人也要问我说 这次开放到66岁 那为什么不开放给65岁 这个发通知单有一个问题点 就是不能让拿到通知单的人 到现场没办法打疫苗 那个问题会更麻烦 之前在打疫苗的时候 我想大家 我记得好像台南市 是不是就发生过这个情况 就是你拿了通知单 然后到现场呢 还要再排队 然后还有可能打不到疫苗 我想这个对于民众 就非常的不辩明 所以变成我们卫生局 也非常的谨慎跟担心 当天会不会爆量 所以变成我们 虽然每个人拿到通知单都会说 他可以去就可以打得到疫苗 以目前来讲 我们南投县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拿到通知单 到现场都会打得到疫苗 但是不是说我们66岁的长者有100个人 我们卫生局就有100剂的疫苗 不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人都说 那是不是很多人不打 所以我们赶快去排残计 或者现场有残计可以打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讯息 这也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好多好朋友这个上线 赞同赖家一 这什么意思 现金好 马赫波非常的有趣 他说这个金钱库钱好用 我想这个应该是对我们好兄弟好用 我们一般人还用不到 高政府他说疫苗没得选 还算民主自由吗 没有保护力的安慰剂可以注射 有够独裁 当然这个民主跟独裁有他专业的这个定义 但是不能选疫苗是没有疫苗所以没得选 还是有疫苗他不让我们选 我想这个也是两个问题点 所以重点呢 我还是希望说我们的中央政府 可以尽快购买到各种的疫苗 可以让我们的民众有得选择 要不然很多民众的感受非常的深 可能他想打疫苗打不到 或者是他不适合打AZ疫苗 他想打莫德纳 或者是有些民众想打BNT 没得打 我也只能再次呼吁 或者是天佑台湾 让我们赶快买得到疫苗 这个陈光辉他说飞莫不打 好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 很好 范荣健 他说朋友说如果有通知就去打 如果没有通知不打 也可以 什么意思 没有通知不打 没有通知你应该可能去现场你也没得打 好 这个感谢张子萱上线 好 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议题 大概是这些 最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老过一局 我们要感谢到现在 还在线上给我们观看的好朋友 我们再请小编再抽一位 抽到记得要赶快喊在 我们才会算你有抽中 好 如果刚刚上线的 还没打普度平安的 赶快打 我们小编正在抽 你赶快打普度平安 还来得及 好 当然 这个 我们很多好朋友他如果想要了解说目前不管是南投县或者是整个全台湾相关全国的政策 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前或者随时私讯我们 跟我们聊跟我们讲一下目前的情况我们都会尽全力来帮你 然后有些如果我觉得也需要让大家知道的部分 我们也会在每个礼拜五直播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议题 可能就会让大家知道更多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好我们感谢这个陈华正上线观看 好 我来看看有没有我们的好朋友留言我没有回复到的 好 这个林敏函 我们刚才那个赖俊俊有讲 他说可以多充实内容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好像看到我们这个直播半个小时 其实我们要我们的小编 还有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来准备议题 然后来讨论议题 然后这个当然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民众的陈情 所以我会比较知道说 呃现在民众大家比较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或者是我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报纸里面看到相关的这个议题 觉得大家比较会关心 或者是大家容易混淆 或者是别县市发生的议题 我们也会来跟大家讲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直播平台 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短短的半个小时内 掌握这个一个礼拜大家关心在意的事情 或者是你有任何疑问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留言 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私讯给我们 让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好 有抽出来吗 好 我们赶快今天抽出最后一位好朋友 马霍波 恭喜你 好 应该应该还在吧 在吗 好 在的话就喊在 好我们感谢这个叶文秋 中必奉陈光辉他说 如果要挺国产必须做到三期过人民才有信心 我想这个前几次我们有讲过 为什么这个大家对于我们国产的这个疫苗 有点意见 因为我们高端的疫苗是还没做三期 然后他通过二期就紧急发这个 马赫波在 恭喜你 这个叫什么 就是台湾就紧急给EUA 我这个 我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有讲过 EUA 为什么会有EUA 就是说这个疫情很严重 那我们来不及做三期 所以通过紧急的 这个叫什么 紧急的授权 好 然后但是我们这个科匹 我们科匹市长有讲过 这个为什么要发这个EUA 是因为当初没有疫苗 然后我们为了赶快抑制这个疫情 所以紧急发EUA 但是现在全世界已经 这数字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有八剂已经是通过EUA了 其实不是说我们台湾现在完全没有 没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们需要赶快通过高端的EUA 所以有很多人质疑的地方就是说 那他为什么还没通过三期 我们就要来施打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买AZ 或买莫德纳 或者买BNT 我要说这很多政治因素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台湾就买不到 那我们也有看到很多新闻 各个国家不管是疫苗数量变多 或者是采购的金额变多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商业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就是 就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就是你花越多钱买 当然你拿到的货 就可能比较快拿到了 好 这个问题 我们感谢黄建峰 他也给我们EUA的中文全名叫 紧急使用授权 然后这个 全英文的全文也给我们写出来 好 这个别忘了县长不是要买疫苗吗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中央不让地方 县市政府自己买疫苗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管不管谁买 我们还是希望赶快可以买疫苗 好不好拜托大家 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 我们也希望每个礼拜直播的内容 可以满足大家想要了解 跟对于大家有帮助的一些公共政策 大家一起来关心 那好像不能说祝大家中元节快乐 对了 我们应该是祝大家中元节平安 好 好 普通平安 下礼拜再见 拜拜 好 关掉了吗 关掉了 那继续高 我就丢 最不丁丁 诶 下一次那个谁 抽奖的时候不要抽他 哪有多 他这次是有改名字 对 我 你要讲已经拿名字了 他是谁啊 他之前 你名字叫陈全希 然后一直打电话 找他 下次不要抽到他就换别人 诶 我们为什么现在都突破不了30 44 对啊 我们速度有问题吗 没有啊 诶 你要不要开一下 是不是可以做那个什么测试直播 可以啊 开另外一个新的测试 用个人的吗 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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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е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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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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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